新疆乌鲁木齐市存在公开利用电子游戏机进行赌博的新闻后 立即引起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他们连夜召开会议部署了全市的查赌工作 力求从根本上铲除这种社会丑恶现象 请看报道 各位观众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们再一次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 对这里的一些电子游乐场所进行了一次暗访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电子游戏在哪 什么时候关的 没两天吧 什么关系 看了吧 电子游戏停 好 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播了乌鲁木齐 三山这个娱乐城 还有赌博现象这个 以后我们非常重视 当时呢 我看了以后也感到很震惊了 马上找召集我们有关部门同志 当夜就开了一个会 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采取了八条措施 当夜呢 我们就采取了行动 据了解 节目播出的当天夜里 乌鲁木齐市抽调公安文化管理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查禁组 立即行动 对全市的娱乐场所中出现的赌博现象坚决查禁 几天来 乌鲁木齐市警方对全市的电子游乐场所进行了四次清查 出动警力一千多人次 查进了118家赌博场所 共缴获模板308块 我们呢要求全乌鲁木齐市所有的游戏者 经营行业 经营单位 全部限期到四分晚半进行重新登记 注册 在这过程中间 我们将游奖 可能游奖游戏和可能产生赌博的电脑游戏 和其他游戏项目呢 一律停业取消其营业资格 但是在采访中 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些说法 据了解 近年来 乌鲁木齐市打击利用电子游戏机进行赌博的活动 曾经极起击落 有些人认为 这次的打击活动仍然会像以往一样 只是一次短期行为 目前 许多被查禁的经营者 正处于观望状态 就今后啊 我们不再增加新的游戏 VCD两天改造盘 首先来到了泰城南路34号 这里由于地图闹市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盗版VCD的销售市场 检查人员当场就从一些沿街的门面房中 查获各类盗版VCD700余盘 在新街口正红街 检查人员又收缴了盗版VCDCD500余盘 并对阻挠执法的不法业主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另据消息 日前南京铁路部门摧毁了两个特大盗卖 淫秽VCD光盘的犯罪团伙 截至昨天 共抓获涉案人员20余人收缴盗版光盘 银汇光盘15万余张 目前南京铁路警方正在对此案做进一步审理 这是南京台报道的 近五分钟 河南队以一比三失利后 一些观众纷纷向即将退场的客队队员和工作人员投掷物品 致使多人被杂中 如何继续保持稳定 采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富翔 请看报道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关心 这个个人用汇用的外汇 与各有关职能服务部门共同参与的 110社会联动援助机制正在建立 请看报道 河北成德县的110民警们 在半年的时间里 一直不遗余力地看护着一位六岁的妻儿 这个孩子是在他们接到110求助电话后领回来的 他们认为110就要向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有警必接 有难必帮 有灾必救 有求必应的服务承诺 正在使110的影响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 老百姓越来越广泛的求助内容 也正在使110民警们 开始担负起前所未有的繁重工作和责任 从修水管 捡钥匙 到收养小孩 本已紧张的110警力 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竭尽全力后的110 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我们在这个110接触警的过程中 发现人民群众 求助我们的范围越来越广 事项越来越多 单凭我们公安机关自己的力量 已经很难的 有效快速的 处置好群众的求助 另外很多求助 已经超出了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越来越迫切的需要 能够有政府出面组织 这个社会各有关职能部门 共同参加 形成一个社会服务联动机制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为群众 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在110开展较早的山东省合泽市 一个全社会联动的报警服务体系正在建立 邮电部门承担了110的技术服务工作 医院为110开设了绿色通道 民政部门负责收容安置110领来的契尔 供电供水供器防管等单位 成立了110机动抢险队 在与110联动配合中 也是我公司的信誉 在社会上大大提高 使社会教育与和经济教育双分手 110社会联动 收集最大的呢 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就是有些亿南问题呢 过去与公安部门不能够解决的 现在通过其他部门 我们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力求赢得民心的110 在社会联动中获得了参与者 和受益者的广泛支持 从单一的报警电话 到公安机关为群众设立的服务热线 再到由这条热线连接的 更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 110正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上 获得新的发展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本台新闻联播日前报道了